這件事沒有帶您關心到 金門一名70歲的男子開車行駛在路上 不明原因開到了對象車道 另一項衝撞公車 小客車的車頭當場撞爛 車內氣囊也爆開 駕駛胸部有錯傷 趕緊送醫救治 但還好公車裡頭沒有乘客 只是為什麼會撞成這樣子 駕駛表示他不小心晃神 才會釀火 公車緩慢起步向前開 遠遠看到一輛車直直衝過來 駕駛馬上減速停車 不過對方還是 直接一面撞上根本沒減速 撞擊力道有夠大 引擎蓋隆起車頭撞爛 瞬間冒出煙霧粉塵 車內安全氣囊也全部爆開 公車司機整個嚇傻 意外發生在11號早上9點多 金門環島南路一段 小客車逆上撞公車 怎麼會這樣 70歲駕駛下車 自稱是衣食恍神才會撞上 問他說你是看那個不嚇狂 自家客車不明眼晃偏離車道 以對象的特性男子所駕駛的公共騎車 發生對撞 雙方駕駛實施酒測 初步排除酒後駕駛行為 小客車駕駛在撞擊後 胸部挫傷送醫治療 而公車上則是沒有乘客 無人受傷 詳細的肇事原因 還有待進一步調查理清 記者翁家駛 金門報道 因此 在任何方